当地时间26号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 提出一个名为台湾研究奖学金法案的新法案 声称要强化所谓美台关系 近年来美国国会不断通过各种涉台法案或条文 花样不断翻新 如何看待美国这些小动作 美国这些政客所谓的为台湾发声背后有怎样的盘算 台湾时视频的原来月签 有则勋带来深度解析 日本冲绳县石原市议会 北月22号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所谓钓鱼岛更临议案 隔天一艘台湾苏澳籍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 又遭到日本方面船只骚扰 日方种种恶行持续引发岛内抗议声浪 但民进党当局各级官员不是忙着替日本背书 就是打哈哈 各唱各调 毫无实质保调作为 本周台湾大话王带您来看 民进党当局保调为何如此儿戏 近日美俄军机之间频频相互拦截 6月26号 俄罗斯黑海舰队苏30战斗机紧急出动 在黑海国际空域对美国侦察机实施拦截 当天美国空军的隐形战斗机也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了多架俄罗斯军机 这是本月以来美军F22战机第六次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俄军机 是什么导致美俄军机之间发生这样的摩擦 美俄还将如何过招 时事评论员杨夕宇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我是杨阳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会务用酒服猫叫酒赞助播出 我们来看新闻 据台媒报道 两架解放军战机和美国海军侦察机 于28号白天分别进入台湾地区周边空域 此前国台办发言人曾表示 美军机飞越台湾 损害我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是非法行径和严重挑衅事件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 28号稍早时候发布 两架解放军轰溜战机 当天自东海空域穿越宫谷水道空域 来到台湾东部外海空域 统合幕僚监部公布拍摄到的影像 并称日方曾派遣战机升空监控 台军方称 两架解放军轰溜战机 寻原航计返回 或绕越巴士海峡返回陆地机场 台军方密切监控中 台媒还报道 据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成立的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 推特平台显示 28号 一架美国海军 P-8A海神式侦察机 现宗巴士海峡 期间 疑似还有一架 P-3C电子侦察机 岛内绿色媒体报道称 由于美国海军 已经将所有的 P-3C反潜机退役 有专家认为 这架P-3C反潜机 极有可能是由台湾派出 6月24号 也有美国海军 两架P-8A侦察机 一架P-3C反潜机 与美国空军一架 RC-135W电针机 到南海侦察巡逻 并航经巴士海峡 当时 P-3C也被认为 是由台湾派出 学习反潜作战经验 台空军对此不予评论 不过这一推测 迅速被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反驳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表示 美国海军在日本冲绳 加首纳基地 仍部署数架P-3C反潜机 而6月24号 这架反潜机 开启识别器所显示的 国际民航组织标识符 确实属于美国籍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 当地时间26号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跨党派议员 提出一个名为 台湾研究奖学金法案的新法案 声称要强化所谓美台关系 近年来美国国会不断通过 各种涉台法案或条文 是花样不断翻新 对此有专家指出 这些所谓的为台湾发声背后 只不过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而已 所谓台湾研究奖学金法案 由美国会参议员 外交委员会成员 卢比奥等人共同提出 内容包括 让美国政府临时调派任意部门官员 以所谓台湾当局 或台湾民间机构的研究员身份 到台湾以普通话进行密集学习 进一步加强所谓美台战略伙伴关系 并扩大对印太地区的理解 帮助美方人员学习普通话 增进他们对台湾政治经济 及印太地区的理解 鼓励进一步扩大其他人文交流等 该法案计划每年拨款3200万美元 有分析人士指出 卢比奥是美国政坛 共和党势力的少壮派代表 但由于在2016年 共和党初选中惨败给特朗普 所以目前急需加强存在感 美国近年来 炮制了诸多所谓的挺台法案 包括所谓与台湾交往法案 2019年台湾保证法 台北法案等专门的涉台法案 以及涉及到台湾问题的其他法案 如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 202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 甚至是最新的2021财政年度 国防授权法等法案中 均有所谓挺台内容 美国参议员霍利 6月11号提出台湾防卫法草案 要求美国履行与台湾关系法义务 维持美军阻止中国大陆 武力进攻台湾 造成继承事实的能力 凡此种种法案 足见美国继续加大 打台湾牌的力度 然而这些所谓的友台法案 截至目前为止都还只是口惠实不至 日前蔡英文特别任命 萧美琴出任所谓台驻美代表 妄图借由她来落实 美方释出的政策承诺 签订所谓台美自由贸易协定 有媒体评论称 美国相关涉台法案 充斥着台湾晶圆黑影 所谓美台相关合作 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换 为台湾民进党当局分裂两岸所服务 而非民主价值 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众议院当地时间26号 表决通过法案 允许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 成为美国第51个州 随后岛内侵侣媒体 也凑起了热闹 重提美国买下台湾 台湾成为美国第51个州等内容 有岛内网友表示 开玩笑就行了 当真可就惨了 好 这次话题我们来连线台北影博士 科主 好的 杨阳 本栏目由豪氏特别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帕生锈用月华 美国国会又有挺台动作了 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 当地时间26号提出了一个名为 台湾研究奖学金法案的新法案 打算从2021财年起 每年要拨款3200万美元 供联邦政府公务员来台进修 乃至到台湾政府机构工作 深化所谓的美台合作 那么美方这样的挺台动作 您怎么看呢 3200万美元能够给美国带来怎样的利益 这个不是给美国带来什么利益 而是说怎么样能够迫使 美国的联邦政府 也就是特朗普 能够怎么样来贯彻落实 执行这个台湾旅行法 台旅法通过以后 特朗普也签署了 所以他的法律的程序都完备了 但是特朗普很清楚的知道 他不能够执行这个法律 因为执行这个法律 会给中美关系 会给两岸关系带来 不肯逆的后果 所以他即使签署 可他就是不执行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这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而且是更往前一步的台旅法 但是当参众两院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的时候 他编列预算 然后要联邦政府的公务人员 或者是官员到台湾来 那你想想看 这个联邦政府会涉及到海外事务的 基本上来讲要不就是国务院 要不就是国防部 如果说是这一些部门的人来到台湾 那在台湾不管是在于台湾的大学 或者是在台湾的这个政府的这个研究机构里面 甚至在政府的机构里面工作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进修学习的话 那也会引起中国大陆什么样的反应 如果说他开始执行这个以后 他也可能会要求台湾也同样可以选派 高阶的官员到美国去 这样子不就是把台旅法就落实了 所以参众两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而且也条列了预算 不是这个预算额度的大小会产生多少作用 而是更进一步的把台旅法 用法律的方法 用预算的方法来把它框住 所以看起来美国参众两院 好像做这一些事情 好像符合民进党的期望 可是他有可能把两岸 把中美的关系带入另外一个不可测的险境 参众两院的这些议员他是不负责任的 他也不需要负责任的 因为当家的是行政部门 不是美国的国会 所以你会看到美国的国会 什么法案都通过 但是问题就在于 你行政部门做跟不做的问题而已 如果说今天行政部门一旦说 我有这样的一个法案做依据 所以我开始落实执行的时候 那相当有可能就会引起 中美关系的产生急剧的变化 也可能会引带两岸之间关系的 矩矩变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对台湾不见得是好事情 对美国也不会是好事情 不过一群不负责任的美国的议员 他们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即使美国国会先后通过 台湾旅行法 国防授权法 台北法等友台法案 截至目前为止 宣誓性仍然是大于实质作用的 民进党当局始终无法摆脱 美方对台口惠而实不至的质疑 萧美琴赴任之后 有可能落实美方承诺的这些政策承诺 甚至是签订所谓的台美自由贸易协定吗 其实我认为 即便萧美琴她将来赴任的话 你要现阶段要跳脱 美国相关的一些法规 口惠而实不至这样的一种困境 变成民实相符 或者是订定台美之间的FTA 自由贸易协定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悬念 那为什么 其实理由非常非常简单 第一个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些相关的一些法案 基本上它订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逻辑 是一个是建构在美中抗衡 美中博弈这样的一个逻辑 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 跟美国选举这样的一个 内部政治运作的一个框架里面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 美国会订定这些相关的一些法案 或者是川普会签署 这些相关的一些法案 主要的一个逻辑来说的话 其实美国内部政治的一个考量 跟美国希望能够借由 所谓的一个台湾牌 能够在美中博弈的一个过程中间 不断去争取对美国有利的一种筹码 台湾的一个考量 或是台美实质关系的一个增进 基本上它是一个次贷的 它是一个次要的 它是一个附带的 那第二部分 如果你进一步从美国选举的一个逻辑来看的话 现今川普他面临年底的一个选举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种风险 甚至是危机出现 那所以从川普要去雇选票 或是扩张选票的一个基本逻辑来讲的话 他一定会把自己美国民众 或是利益团体 他相关的一些利益 当作是他雇票或是唾票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逻辑 那所以台美之间在博弈的一个过程中间 如果台湾方面希望能够去跟美国签订FTA来讲的话 特朗普他一定会用尽所有可能的一些方式 去不断的加码 对台湾做相当程度的一种施压 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美朱的一个扣官 他就有可能会跟FTA去做一定程度的一种挂钩 在谈判的一个过程上面 去争取美国方面的一个筹码 这个部分在选举的一个逻辑上面来讲的话 一定是一个必然之举 所以即便大家会认为就是说 肖美琴作为鹰派的一个核心的人员 这一次派美国有一定程度 在整个这个台美关系的运作过程中间 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自由度 但是主动权全部在美国政府 或者是在Trump手里 好的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 高雄市长补选呈现蓝绿白三足鼎立的局面 三方阵营全力冲刺 中国国民党方面静止决定 兵分四路 辅选党籍参选人李梅珍 民进党方面 党籍参选人陈其迈28号称 他们的竞选团队是变形组织 会采取所谓以乡村包围城市的选举节奏 此外 台湾民众党参选人吴义正28号宣布 竞选团队正式成军 吴义正表示 竞选团队成员中 由台湾民众党及明代蔡碧如担任竞选总干事 秘书处由秘书长谢立功负责 政策部为明代张其路负责 组织部由台湾民众党高雄市党部主委冯启燕负责 胡义正表示他的策略就是唤醒民众的觉醒 色彩不应该是参与政治的唯一入场票 我希望把它变成助力不是主力 分等派我们都希望跟人家沟通 这是我们对任何政党的一个态度 有人认为这场高雄市长补选是第二名之争 是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和台北市长柯文哲之间的 未来政治生命生死之争 面对来势汹汹的台湾民众党 国民党中常会24号遗失高雄召开 目前初步定调缤纷四路帮助李梅珍 包含各地县市议员将组团前往高雄陪同扫接拜票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将配合安排考察 国民党党中央提供空战资源 拉抬李梅珍的网络声量 至于传统组织战方面 则有赖高雄市党部与高雄市议员的通力合作 助选来帮他一起加油努力 那我们展现出一个团结的力量 据了解 李梅珍将会在29号举行记者会 公布初步竞选团队名单 李梅珍阵营还表示 未来将邀请韩国瑜站台 但还要看韩国瑜的时间跟安排 具体事宜仍在规划当中 此举遭到民进党籍高雄市长 补选参选人陈其迈的批评 李梅珍要把前市长韩国瑜团队找回来 无异于是把6月6号的罢免投票没收 对此 李梅珍竞选团队发言人吕欣伟则回应称 我们更应该担心被民意否决 让高雄负债累累的民进党陈菊团队复辟 民进党方面 陈其迈表示 目前还是以拜访与深入基层到菜市场 夜市农村倾听民意 以乡村包围城市 大概就比较能够掌握选举节奏 高雄市长补选8月15号后就要投票 蓝绿白三方阵营各自全力冲刺 高雄市长补选呈现蓝绿白三足鼎立的局势 中国国民党的李梅珍阵营表示说 未来将会邀请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来帮忙站台 那么刚刚被罢免的韩国瑜为李梅珍来服选站台 对于李梅珍来说到底是利还是弊呢 当然是利 不会是弊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 是因为李梅珍在这一次的补选中 要击败陈其迈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我们基本上的估计 大概是接近于零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的几率 所以李梅珍对于他来讲并不是说 他在这一次的选举中会赢得胜选 而是他在这一次的选举中不能够输给吴义正 李梅珍也很清楚 即使现在的很多的高雄人不喜欢韩国瑜 但是韩国瑜仍然有他的基本票 而韩国瑜的基本票就是能够把蓝营把他巩固住 如果不让蓝营的这些人被吴义正拉走 因为吴义正原本也就是蓝营的人 吴义正在罢免案的时候 他基本上也是反对罢免的 吴义正在韩国瑜选这个最高政治领导人的时候 吴义正也是支持韩国瑜的 所以吴义正也有韩粉 那如果说今天韩国瑜跑回去支持李梅珍的话 那就会把这个韩粉就等于是叫他们归队 所以避免吴义正把韩粉也拉走一大票 所以他请韩国瑜来帮忙 这个做法是正确的 的确赖教授的观点也正好契合了台湾媒体的一个观点 现在就有观点认为说 这场高雄市长补选是第二名之争 因为这个第二名攸关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和台北市长柯文哲未来的政治生命的生死 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呢 这个坦白讲是第二名之争毫无悬念 特别是柯P跟江启臣都堵下了未来的一个前途 我觉得他们两个来讲的话 其实都面临了相当程度的困境跟风险 我觉得柯文哲他的风险跟困境可能更大于江启臣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柯文哲的政治能量是比江启臣强非常非常多倍 而且他也有心去共党披挂上阵 那也就是说柯P他已经南下去进行了 对吴臣的一个辅选的动作 也就是说可以凸显出他压力非常非常大 因为他有不能输给国民党的一个压力 如果能够超前的话 他对于2022的一个布局或者是进去2024 都有一定程度倒吃干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但是最大的一个风险跟困境在于 如果你柯P下去全力辅选吴臣 这个五届连任的市议员吴臣 在高雄有相当程度的一个人脉的一个丰沛 跟基本的一个盘面 如果还输给国民党李梅珍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柯P 或者是对民众党的一个发展 绝对是不可承受之重 但相对于江启臣来讲的话 他的压力虽然有 但是就没有像柯P来得这么的大 因为毕竟在日前 国民党他提出了相关的两岸的一个论述 又被国民党的大佬去进行一定程度的一种质疑 对江启臣来说改革当然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压力 而且面临到之前 93万多票把韩国瑜给罢免 这个对江启臣的一个统治权威 领导权威治理权威 都有相当程度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 那所以江启臣当然希望能够借由李梅珍 这一局高雄市场的一个补选 能够有绝地大反攻这样的一个可能的一个情况 那但是现今如果就客观的一个权力评评来做分析的话 柯P的能量要强于江启臣 吴一郑的能量某种程度 我也认为是强于李梅珍这样的一种情况 如果国民党变成在高雄盘面的一个第三名来说的话 江启臣就会面临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逼宫的一个压力 甚至在党代表大会的时候 可能就会面临到排山倒海的一个对主席治理权威 这样的一种质疑 而且即便这一次民众党的吴一郑 不敌国民党的李梅珍 还是落到了第三名来说的话 柯文哲同样会用四两拨千斤的一个操作方式 他就会轻飘飘地一讲 国民党本来就是基层扎根非常非常的深 我们民众党出事提升 能有这样的一个成绩已经不错了 可能外界就不会再去追打柯文哲 柯文哲又获得了相当程度解套的一种可能性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局赛就现阶段来看的话 基本上是一大对两小这样的一种局面 这个两小里面到底谁能够去主导 高雄在野力量的一种浮沉 我觉得确实让柯文哲跟江启臣 两大阵营伤透了脑筋 好的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杨阳 好的 谢谢台北演播室 下面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新闻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杨阳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日本冲绳县石原石议会本月22号以多数赞成票 通过了将钓鱼岛的行政区划名称 改为所谓的登野城间隔的议案 隔日一艘台湾苏澳籍渔船 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又遭到日本方面船只的骚扰 日方种种恶行持续引发岛内抗议声浪 但民进党当局各级官员不是忙着踢日本背书 就是打哈哈各唱各调毫无实质的保调动作 本周台湾大话王带您来看 民进党当局保调为何如此儿戏 我们在这边再次的大声邀请 参应我们出海捍卫钓鱼台主角 江启臣曾于6月15号邀请蔡英文一起出海灯钓鱼岛 但未获回应 于是举行记者会再度喊话 23号 宜兰县议员蔡文艺也和多名县议员 在县议会成立保护投诚钓鱼台办公室 希望主权和鱼权获得进一步保障 但当天一艘台湾苏澳籍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 还是遭到日本方面船只骚扰 据悉 这艘日本水产厅的公务船 在它的电子广告牌上打出 不可在该处作业的字幕 台湾方面渔船只能选择离开 而台海巡部门替日方辩称 日方船只并没有骚扰渔船 只是在附近游异 蔡英文当天的回应也显得有些状况外 24号上午 蔡英文似乎仍不知道 有台湾渔船在钓鱼岛海域被驱赶 继续粉饰太平 倒是台外事部门当天下午的回应 一改常态 台外事部门发言人表示 当局坚决维护钓鱼岛主权 绝不退让 决心坚定不移 虽然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要维护主权 但迟迟不敢对7月7号搭船出海保钓活动 做出正面回应 而所谓驻日代表谢长廷 更是连出面说明的勇气都没有 只在脸书上轻描淡写的提及钓鱼岛争议 还大赞所谓台日海巡合作 要求宜兰县政府应该圆满处理争议 把真相和风险告诉渔民 避免损失 而不是抱着死到有不死平到的心态 唯恐天下不乱扩大争端 这番言论引爆蓝银怒火 痛批谢长廷软弱 岛内各界期待民进党当局拿出维护钓鱼岛主权的实际作为 不过蔡英文却对钓鱼岛主权问题避而不谈 甚至21号在和台湾高中学生的一场对谈活动中 竟然空话连连将现场学生绕得云里雾里 我们都受限于这一些国际的县市 还有历史的发展的很多的种种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有一个很坚定的集体的意志 只要我们是团结的 只要我们意志是坚定的 机会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 但是我们不要让它被机会 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官员前言不搭后语 毫无作为的行为 让岛内蓝白阵营都看不下去 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在台立法机构临时会 共同提案 要求召回所谓驻日代表谢长廷 赴台立法机构报告钓鱼岛更名争议作为 各界期待的可能不是只有发这个抗议信 或者是说表达一些 就是说好像以和平稳定来作为前提 那终究还是说台湾自己的相对的态度要明确 不要逢中必反逢日就软 希望谢长廷代表能够尽数反数值 到立法院进行报告 不要只会躲在脸书后面放话 与民进党当局保调无实质作为及行动 截然不同的是 大陆采取实实在在的保调行动 自四月中以来 中国大陆海警船天天都在巡航钓鱼岛猎雨附近海域 到周一为止 已创下连续70天巡航的记录 日本海上保安厅说 就在冲绳县石垣市议会进行表决时 有四艘中方海警船正在钓鱼岛海域巡航 她是民进党大佬 执掌高雄十二年 号称台湾政坛南霸天 他与蔡英文关系密切 曾是蔡英文身边最倚重的大管家 有需要我协助 我当然义不容辞 曲姐一直都是我最有力的资助 她被质疑弊案缠身 却获提名为台监察机构负责人 引发骂声一片 我会辞去所有政党的职务 退出政党 这个我佛慈悲阿弥陀佛 本期台湾新闻脸 聚焦蔡英文办公室前秘书长 被提名为台监察机构负责人的陈菊 东南卫视6月29日晚9点20分播出 海峡卫视6月30日晚9点42分播出 敬请关注 休息一下 观光之后继续关注新闻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我是杨阳 本朗米欧好事特约赞主播出 好事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们来关注今日重磅话题 美俄两个核大国近期紧张局势加剧 6月26号 俄罗斯黑海舰队苏30战斗机紧急出动 在黑海国际空域对美国侦察机实施拦截 当天美国空军的隐形战斗机 也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了多架俄罗斯的军机 据悉这已经是本月以来 美军F22战斗机第六次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俄军机 也是今年以来的第十次 北美防空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 美军的F22战斗机26号紧急升空 以应对四架俄罗斯图142反潜侦察机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 接近美国的俄军飞机最近时距离阿拉斯加的美国领土只有65英里 并在防空识别区徘徊了大约8个小时 俄罗斯国防部则称 6月26号南部军区防空部队的值班人员 及时发现了美国空军侦察机在黑海中立水域上空的行动 苏30战斗机紧急起飞 对美海军P-8A波塞东海上巡逻机 美国空军的RC-135侦察机和KC-135空中加油机进行拦截 随后三架美机转变航向驶离俄罗斯边境 一天后即27号 俄罗斯派出七架图142反潜机兵分两路 在巴伦之海 挪威海 以及太平洋北部的国际领空开展例行性飞行 其中三架在巴伦之海 挪威海飞行期间 遭到挪威空军F-16战斗机的半飞 另外四架在太平洋北部飞行期间 遭到美国空军F-22战斗机和挪威空军F-16战斗机的半飞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不仅美俄军机频频进行相互拦截 在核问题上 双方较劲意味也能后 美国军控问题特别代表马歇尔·比林斯利24号透露 在美俄军控对话中 美方曾表示 现阶段看不到重启核试验的理由 但美国不排除重启核试验的可能性 并将一直保持随时进行核试验的能力 23号 美方重申不会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并指责俄罗斯秘密核试验 俄罗斯方面也不甘示弱 俄罗斯红星电视台近日还播出了 俄国防部第十二中央研究所的罕见画面 并公开了大量核试验史料 据悉 俄国防部第十二中央研究所 是俄唯一一处专门研究核试验技术 与核爆炸影响的机构 曾参与苏联时期绝大多数的核试验工作 这次公开的资料中 除了常见的地上核试验外 苏联在1954年进行的大规模核战争 演习画面也被曝光 对于俄罗斯方面近期的一系列举动 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表示 他将很快访问俄罗斯 与俄总统普京进行会晤 马克龙称 与普京开展建立互信对话的工作将会持续 两人周五举行视频会议 马克龙呼吁欧洲重新审查 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 他指近年来对莫斯科采取的敌对政策已经失败 好的 先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杨夕宇先生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美俄军机之间是频频相互拦截 甚至是危险动作拦截 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样的摩擦 最近美俄在空中拦截 看起来拦截的是飞机 其实目标是飞机下面海里边的潜艇 我们注意到 无论是美国拦截的俄罗斯的远程的侦察机 还是俄罗斯拦截的美国的最先进的侦察机P-8A 实际上这两种侦察机 美俄这两种侦察机 分别都是针对的探测 侦听和跟踪 在水下的对方的潜艇 反过来说就是要阻拦对方 对自己潜艇的跟踪和探测 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时期 双方都发展起了 以潜射导弹为大杀器的潜艇舰队 美俄的潜艇舰队都很大 那个时候由于双方都是要 努力的确保把对方摧毁 所以它的这种战略核潜艇 基本上都是在大洋深处活动 那么冷战结束以后 随着双方的导弹的总类越来越多 不仅有远程导弹 而且还有更要命的 就是更快的更难以拦截的 中程和近程的导弹 因此双方对于对方潜艇 在近海领域的活动就越来越警惕 这就导致双方都在加强 对对方在潜海活动的 这个潜艇的侦测 这个是目前双方加紧拦截 对方这个巡逻机的真正的原因 这种拦截活动恰恰表明的是 美苏在一个一个的战略武器条约 被废止了之后双方的战略竞争 越来越激烈 也就越来越转向了具有攻击性 和隐蔽性的这种潜艇舰队 好的 谢谢杨谢宇先生 下面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就美俄法三方关系的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杨谢宇先生 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 预告将很快访问俄罗斯 并认为近年来欧洲对莫斯科 采取的敌对政策已经失败 应该重新审查 那么如何来解读马克龙 在美俄较近的关头 向俄罗斯示好 客观的看 马克龙总统上述言论 并不是向俄罗斯示好 最准确的讲 是法国对于自己欧洲安全的担忧 而站出来公开喊出 要调整对俄政策 因为在美俄竞争加剧的情况下 美俄双方都在努力的 发展自己的所谓战略 危机稳定能力 所谓危机稳定能力是什么呢 就是一旦美俄陷入危机的时候 双方都想使用摧毁对方 薄弱环节的这种军事打击能力 那么具体说呢 就是如果美国和俄罗斯 一旦陷入危机的时候 那么美国在欧洲方向 就像美国人讲的 我可以七天之内 就拿下这个加里宁格勒 俄罗斯呢 也怀疑严是毫不示弱 说如果陷入危机的话 我七天之内 就能拿下八个欧洲国家首都 当然了 这是八个北约成员的首都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 在危机当中相互稳定战线的 这么一个军事打击能力 所以美俄之间 尽管在这个战略武器条约破裂之后呢 依然双方不会发生这个大规模的冲突 这是基于相互威慑 相互有限确保摧毁的这种威慑 形成的平衡 但是这种平衡呢 客观上就把欧洲给架到火上了 因为无论美苏 拿下加里宁格勒也好 还是说俄罗斯拿下八个首都也好 美俄打起来真正遭殃的是欧洲 正因为如此 不仅是法国 其实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认为 当美俄战略稳定框架破裂的时候 真正遭殃的是欧洲 而这个战略稳定框架破裂的原因 其实是欧洲随着美国前些年 一味的压制和遏制俄罗斯 导致的一个结果 这才是马克龙认为 这个对俄政策失败的一个真正原因 这个互生的本意 其实是为了加强自身的安全 破解美俄的这种对赌 给自己造成的威胁 好的 谢谢杨夕宇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待您折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 海货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收看 我是杨阳 我们下期再会